当你来美术馆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位歌者 声乐家穿着一件袍子 他会在这个整个战场的空间游走 那当他碰到有缘人的时候 他就会走到你面前 就说我可不可以为你唱一首歌 所以他对我唱歌的时候 他的眼睛看着我 但我并不认识他 你是多么的幸运 可以接受到这样的福祉 我刚刚会觉得非常感动 是因为我才刚刚接这个馆长的工作 我非常希望台湾的社会有更多美好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记得我是馆长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小女孩 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 你可以想象到美术馆去跟艺术家共进晚餐吗 或者甚至你可以跟他共度一夜 旅居纽约的国际级艺术家李明为 他的作品非常强调跟观众的互动 最近他在北美馆展出 因此你走进北美馆 可能会有声乐家会唱一首歌送给你 刚刚画面中看到的是北美馆的馆长 他感动得泪流满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李明为跟异想世界互动 分享他的艺术 老师你好 惠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你的作品都跟人的互动非常的密切 甚至是如果没有观众的参与 可能这个艺术会不是你之前所设想的 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这个作品叫生之战 是的 对生之战这个作品 它是属于行动观念艺术这一系列的 那这种作品它本身来讲就是 一定要有观众的参与跟互动 它的内容才会更变得更丰富 所以当大家来美术馆的时候 这位歌者就请一位有缘人坐在他前面 献一首歌给你 那这个之间的互动可能就是只有您 就是坐在他前面的这位听者 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可是旁边的这些观众也是有不同的回响 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一个作品 在他的心目里面 对 但是老师在这个形式上会是 比如说我走进去美术馆 然后我就会看到有人走过来问我说 我可以为你唱一首歌 是这样子吗 他是会在展场里面寻找有缘人是不是 对 老师特别强调有缘人这件事 对因为礼物这件事情 并不是你想要去向人家要的 一定是这位歌者 他碰到他觉得是有缘的人的时候 他才会把这份礼物给你 这个作品在国外演出的时候会有人 或是在台湾演出 因为你知道台湾人比较害羞 对 我进去美术馆里面看展览 然后忽然有人走过来说 我可以为你唱一首歌吗 会有人说 在台湾还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当时我们在波士顿也有做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 做生殖战 每一天几乎有十来位所谓的有缘人 说No 我觉得这可能是民族性的不同 加上因为当时是在波士顿博物馆里面 做这个生殖战 做一个非常当代前卫的作品的时候 普通的观众去博物馆 他可能是想说看达文西的作品 或是去看木兰伊 或是宋朝的画 绝对没有想到说去看当代艺术 而且是一个活的艺术品 站在你旁边 然后问你说你要不要一个礼物 所以那个是无法预料的 是的 老师刚刚形容这种无法预料的惊喜 用当你走进了花园 然后你看到花的时候 有一只蝴蝶停在了你的肩膀上 对 那个一刹那之间的惊喜是难以言喻 并且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而已 因为这种惊喜 其实不管是蝴蝶或是一首歌 它都是在一刹那之间呈现 可是也在同时在那个时空消失了 那这种无常的美学 就是为什么会让我心碎 通常我们走进去美术馆或博物馆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雕塑或是画 是一个比较有形的艺术 但是像老师这样的艺术形式非常的特别 应该也还蛮少的 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上一点点艺术的课 不好意思 我这一类型的作品 它是以一个比较宏观的艺术史来讲 其实从1970年的时候 或是60年就已经有开始了 叫做行动观念艺术 那时候的Flexus 对 或是Joseph Boyce做的这一方面 可是那时候他们做的大部分 都是比较属于政治性的 比如说反抗越战 或是西匹这一方面的活动 我的作品它本身是比较讲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而且是两个互生人之间的关系 那它的社会性是有的 可是不是比较属于抗争性的 它是以一种比较温馨的方式去进行的 温馨而温暖的 谢谢 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 我在当代馆看到老师您的作品 对 老师当时就送了给我这个作品 金钱与艺术 对 那时候李明为就跟我说 你身上有钞票吗 我可以送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老师就拿了钞票 就折成了这样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作品吗 对 是1993年的时候 我在家就读建筑跟纺织系 那时候我已经对艺术跟金钱 这种之间的矛盾蛮有兴趣 也是一种比较属于社会学 心理学的方式去处理 那天我就到三班市一家咖啡店里面 拿出一个十块钱的纸钞 就做了一个比较抽象式的纸责 美国人就很好奇 他就说你把这个十块钱是要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对 这个整个过程是差不多四十来分钟 我就很直接我就问这个参观的这一位朋友 因为他刚好就坐我对面在看 一个陌生人 一个陌生人 那我就说你要不要这个十块钱的吊索 他说我当然要啊 我说可是我希望你把你的电话跟我讲 我半年以后再跟您打电话 看您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 跟这个作品有不同的关系 所以在那天我总共有九位志愿的参与者 就做了九个不同的造型就送给他们 对 在六个月以后 我就打电话给每一位 你真的打电话问他 我真的就打电话了 所以你把我的艺术品怎么了 我没有这么说 我是说你还记得我是那天在那个咖啡厅里面 给你这个ten dollar bill的艺术家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这个你是有处理掉呢 还是还拥有呢 所以有的人就还真的是还拥有这个十块钱的雕塑 有一半的人已经把他们花掉了 那个不是对或是错 因为我比较有感兴趣的是当这个艺术品 他在这个整个变化的时空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为什么他会又变成十块钱 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子 他就把他花去买优格 然后跟几根香蕉 我就问他说 请你告诉我这个后面的故事 他说当时我实在真的是太饿了 那在那样子一个饥渴的时空之下 拥有一件作品对我来讲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我身体面那个饥渴的感觉 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把这个十块钱打开来 就把它花掉了 他就再还原为他原本的十块钱 对对那他跟我讲说 他又直接让他想起他的曾祖母 那个时候是在苏俄内战的时候 他以前曾祖母在苏俄是非常有钱的家族 那在内战的时候 就他们收集的艺术品都没有办法变卖 没有人要这个东西 所以能卖的就卖 然后就后来这些艺术型卖的时候 是足够他曾祖母带着他的孩子 坐火车到巴黎去 对那那个艺术品在那个时空 已经是真的是 他的价值就是使这些孩子生命延续下来 对并且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是的 重点并不是他怎么处理这个艺术品 而是当下他认为 对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没有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又讲回我的每一个作品 他本身有一种比较属于 一期一会的那种美学在里面 是 在那个广告上我就说 如果你想要共度一餐 然后是免费的一餐的话 请你跟我打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疫苗这样子 那那天回家我就有45封留言 想要跟一个陌生人一起吃饭 对 或是他们就说 这是你是神经病吗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都很好奇 对 很久之前我就听说一件事情 有一位非常幸运的年轻艺术家学生 在美国发展 然后他在耶鲁大学的时候 第一件作品就受到瞩目 然后研究所毕业之后第二年 惠特尼美术馆就邀他去美术馆做展览 对 那一位艺术家就是林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当时是晚餐计划 是的 当时我在耶鲁的第一件作品 就是晚餐计划 那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在三藩市长大的 那耶鲁他在康州是在东部 我到那边的时候什么人都不认识 那我就想说好 我就贴一些广告在校园里面 在那个广告上我就说 如果你想要共度一餐 然后是免费的一餐的话 请你跟我打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email这样子 那那天回家我就有45 留言 想要跟一个陌生人一起吃饭 对 或是他们就说 这是 你是神经病吗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都很好奇 对 那我就 回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告诉我说你喜欢 不是你喜欢什么 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过敏 我煮饭的时候 我会特别为你煮一顿晚餐 你来跟我一起共享 你也不用付我钱 你也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来跟我共度这一晚餐就好了 老师为什么那时候你特别想要跟人家共度晚餐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下意识的 我想要认识那个整个周遭的环境 那认识环境最好方式就是跟当地的人一个互动 大家也都是喜欢吃饭 是是是 这个是蛮直觉的一个 一个 decision 对 并没有透过太多的 学术性的思考 所以跟你一起吃晚餐的人 后来你们发生什么事 那个晚上 将近有两百多位 因为我做了一年这样子的作品 哦真的 每天晚上不一样的 几乎每一天晚上 只有一位 第一位参与的那一位 变成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晚餐计划的第一位参与者 是 就变得非常好 之后 然后在惠特尼座 或者是在不同美术馆座 都是以一起一会的这种心态去做 都没有再跟他们有任何的 之后的联络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重要 不是他的目的 对 他的目的对我来讲 就是说 当两个陌生人在这个时空相遇 有缘人在这 大家分享一顿晚餐的时候 对 那个是最珍贵的 嗯 他们跟你分享了什么特殊的经验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嗯 大部分是非常 内心式的对话 所以陌生人会在你面前 说出他最近人生里面最困扰的事情 或是说 我刚刚发生了什么 人生重大的变故吗 对 经常会这样子 这可能是 譬如说观众朋友有时候 啊 应该有这种经验就是 譬如说在公车上 或是在飞机上 嗯 突然就跟隔壁的这位陌生人 聊得非常非常的intimate 那你也知道 你下车之后 可能就不会再碰到 这个有缘的人了 是 那为什么可以聊得这么的深入 也是因为 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 第二我可能也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可以有很 没有无所保留 好无顾忌的 对 顾忌的那种 去对谈 但是老师 你的跟人的互动 这件事情还蛮大胆的 嗯 原本是一个晚餐 嗯 后来变成了共度一夜 对吗 是的 你的睡醒计划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这个作品 它的最早最早的缘由是 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那时候爸爸妈就给我一笔钱自助旅行 从巴黎 你去了哪里 欧洲 跑遍了 是 对 就从巴黎 坐火车到布拉格 嗯 然后在火车上 就是跟一位老先生 就是那个 呃 compartment嘛 好 就是睡同一个 上下铺 对上下铺 嗯 那 他 我们就聊天 后来他跟我讲说 他回去布拉格 嗯 因为 嗯 他的 当时 他是犹太人 当时他全家都 被关到集中营里面 只有他在三岁的时候 被解放 出来 全家都死了 只有他出来 哇 他就跟我讲 他里面的故事 他在里面住了三年 在集中营里面住三年 对 其实在集中营生的 嗯 然后就一直 住在集中营 嗯 他讲的故事 让我非常非常地惊 惊惊 惊惊 然后又 其实 呃 是一种很complex的feeling 对 讲完以后他就睡啦 他就说晚安 其实是 那个 那个 经验让我想到说 两个陌生人 可以有这么 呃 感 感人 跟动人的对话 嗯 是不是因为 也是 夜晚 哦 也是不是因为 我们都是陌生人 是 那这两个生命的交集点 住在这个车厢里面 嗯 介于巴黎跟布拉格之间 对 嗯 之后我就想 这也是透过 二十几年的沉淀以后 对 我才想说 我要做一个作品 嗯 就是跟陌生人睡觉 嗯嗯 共度一晚 那他这个共度一晚的平台 是在美术馆里面 而不是在我家 是 或是这个陌生人家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不对等的对话 对对对 嗯 嗯 所以只能在美术馆吗 或者是说 其实林明威我很想要带你体验我的纽约夜生活 我可以带艺术家出门去吗 是可以这样吗 这个作品 后来我又做了在MOMA 有做一个作品叫做Tourist Project 女仪计划 这个就是 真的可以 人家带我到他自己的空间里面 是 那睡觉那个就 不是睡觉 很多不同的空间 哦 对对 老师你的作品对于人有高度的好奇是吗 嗯 很喜欢很希望 可以跟对方分享他的生命 是 我觉得分享跟认识他的生命的故事 嗯 对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非常的珍贵的 他的生命 不管是你自己觉得是多doll 或是boring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美的地方 哦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生命经验 是的 每个人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个人可以讲出来的都不同 可以跟你分享的事情都不一样 对对 那我觉得当一位艺术家 我就是去聆听 对 然后分享 嗯 然后给对方一个understanding 当年您开美术馆的时候 我是希望您能拿着这朵花 走不同的路径 然后在这个不同的路径的时候 把这朵花献给一位陌生人 嗯 把它当作一个礼物给一位陌生人 嗯 听诗很简单 嗯 其实是非常难的 嗯 老师的作品其实很温暖 然后包含很多的对人的关怀 关心 有时候是想念 曾经有一个作品叫做与水仙共渡的一百天 对水仙的一百天 水仙的一百天 是的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吗 好的 那个算是我第一件行动观念艺术 在90年初期的时候 我外祖母刚去世 那时候我住在美国 我跟我外祖母其实是 并不是太 close 可是她是当时台湾早期的 其中几位西方西医 嗯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pioneer的这种女性 对 我刚刚还解开了一个谜题 我还问老师说 老师我记得你好像您的外祖母 是台湾第一位女医师 嗯 老师说 哦不是不是 只是前几位 对前几位 第一位是更早的 对早个十多年 嗯 嗯 所以当她去世时候 我就拿 我就种了 一颗水仙 嗯 然后种完之后 我就把那个水仙 带在身上 二十四小时 就经历了她的开花 跟凋谢 跟死亡 嗯 那在这一百天里面 我就每一天都会有一个 影像的记录 对 对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自己 对自己 对自己对生命的一个认知 嗯 跟无常的一个认知 嗯 可是当水仙盛放 然后 以及后来她凋谢 嗯 嗯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她呢 或是你关照自己那时候的心情有什么转变呢 对到当她凋谢的时候是差不多已经八十多天了 嗯 那我想说 我就把它做到一百天好了 嗯 因为到八十多天 突然感觉我跟这个花盆 跟这个生命已经有一个连结在那边了 嗯 它一定是我身体跟我的世界的一部分 对 那很舍不得把它放下来 是 所以就带又带了二十天 最后你那一刻你决定要让她放下 嗯 离开你的身体 那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心情吗 蛮复杂的 嗯 对 嗯 后来我就在我们家的花园里面 就把那个 嗯 爆把那个花苞 花苞 再把它埋到地里面去 啊 它会再经历一个 对 希望 希望 对 它明年还会在 会一个比较安定的家 哈哈哈 不会被我带来 动来动去的 好 老师这一次在北美馆的作品 其实我还没有走进去看的时候 我就先收到了老师的礼物 嗯 哦 其实是我的同事去采访 哦 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我桌上有一朵花 哇 移动的花园出来的花 对 对 它让我感到非常惊喜 然后我都还没有走进去美术馆 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位艺术家的心意 哦 谢谢 但是做这个作品的用意是 好 就是这样吗 对 这个作品其实是看似简单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去完成的一个作品啊 嗯 当大家来北美馆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作 就是最后一个空间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黑色的大理石的台子 是 中间有一条小河 嗯 那河里面会将近会有一百多朵 啊 太阳花 嗯 小型的非洲太阳局这样子 对 当您离开美术馆的时候 我是希望您能拿着这朵花 走不同的路径 然后在这个不同的路径的时候 把这朵花献给一位陌生人 嗯 把它当作一个礼物给一位陌生人 嗯 听似很简单 嗯 其实是非常难的 嗯 这个难度我就让观众自己去揣摩啊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故事 是 嗯 好 真的我那时候看到那朵花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很 很开心 然后对 虽然他 他与我不是陌生人 对对对对 对 有一点小小破坏了老师这个艺术的原先想象 没有关系 受到艺术家的那份心意 对对对 然后 我知道老师上一次在台湾的作品是2006年 隔了这么多年再回来台湾有各展 是的 嗯 老师之后要从纽约移居了吗 对 我现在正在想说 可能这个 Summer 之后 就是8月底的时候 对 啊 我跟我先生会搬到巴黎去 嗯 那 因为我们在纽约已经住了15年了 是 那尤其是 因为先生有一个新的工作 嗯 所以会搬到那边住两年 是 然后在两年以后再搬到东京 对 所以会 比 跟台湾比较接近的一点就很兴奋 嗯 老师你的作品跟人这么接近 我可以想象 在纽约可以诞生的作品 跟在巴黎应该会很不一样 是的 到东京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貌 嗯 就让我更期待老师之后 在回台湾的时候做各展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作品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慧玲 真的非常荣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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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